以下嘉宾访谈环节 是由鹹市金融有限公司为你带来 鹹市金融是加拿大成功人士理财规划的首选 大家好,欢迎回到5点40分的活在5点 在今天的广东话嘉宾访谈环节 如果喜欢吃东西的你,一定要留意 因为我们今天的嘉宾 请到一位美食家、厨师上来和我们谈谈 她就是Stephanie 首先欢迎我们的嘉宾出场 Stephanie,你好 你好,欢迎你 谢谢你 首先,其实真的很高兴今天 先介绍一下你的名字 因为太长了,我慢慢读 Stephanie其实是一位厨师、美食家 和加拿大奶农协会的代言人 中文名就是以希 欢迎你,以希 谢谢你 欢迎你 其实很想问Stephanie一个问题 因为我知道你做了食评家或者厨师 就是和美食有关的行业 已经20年这么久了 是的… 可以说非常厉害 其实我想问你 为什么你今次会选择和加拿大奶农协会合作呢 因为你知道我很喜欢吃东西 以食为职业 而很多朋友都会说 很羡慕你 是的 就是因为我经常和食品接触 已经和很多厨师接触了 所以在我日常的生活里面 我每一次煮饭 我都会想一些 你可以说是管理精怪的东西 其实我用牛奶来煮饭 已经是很久之前的 已经开始了 譬如很简单 罐头汤我都用奶下去 不用水的 这次和Dairy Farmers of Canada 即是加拿大奶农协会的合作 就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 就将我以前有时想到的概念 现在就全部放进去 就放在这本书里面 我知道这次合作最特别之处了 就是你的菜式 全部都是以中餐为主 对吗 没错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 就是希望很多中国人开始认识 你用牛奶煮饭 其实是很容易的 因为很多人说 牛奶是要不要 完全不需要担心 因为真的很简单 就好像 一会我们会介绍一些食谱 你会明白 真的很容易的 另外一件事 就是大家都知道 牛奶的营养价值是很高的 很简单 你有一些维他命D 我们需要的钙质 钙质 钙质 和蛋白质 是我们很需要 而且我们中国人一向有问题 但我们要注意这件事 就是我们的骨头疏松症 如果你喝了牛奶 开始吃一些乳类的製品 你这个问题就会减少 我知道了 其实今次的这个合作 可以说是非常新鲜 亦是你第一次和加拿大奶农协会合作 没错 首次合作就想到这么多的八款菜式 很想问一下你的概念是怎样的 首先我的概念就是 希望大家都是熟悉的 就是我不会叫你去做一些 譬如是以白西哥材料为主的 对你来说就是完全陌生的 其实我今次做的这八个 都是你一定吃过 你在外面的餐馆也吃过 但是今次我就告诉你 你放进去你的厨房 你就可以做到 即是说在你自己生活习惯 饮食习惯里面 那个饭桃里面的一些菜式 就是说家庭主婦 如果拿着这本食铺 一定对里面的材料 完全不会感动 没错了 另外一件事就是 这本书 现在由7月3号 都在所有的大同华 22间全跨国 从温哥华到奥多华都有 那你去到大同华 拿着这本书 你就所有的材料 都在同一个地方买得到 所以你不需要去找这个 甚至很多时候 你家里已经有材料 这个就是我的设计概念 其中一件非常重要的信息 而且最好就是这个食铺 全部都有中文 是的 所以就算你家里的长者 老人家 不是对英文那么熟悉 都不要紧 一样可以做到 毫文并茂 以中文也有明 没错 说了这么久了 可能家庭观众也很想知道 究竟桌面 这两道菜是什么呢 我们逐一介绍一下 好 第一件事就是 大家都知道的饺子 饺子很多时候是蒸 或者是浸灑 也很可能是放进炸锅 其实我设计 当然因为是牛奶 牛奶是一个很健康的食品 我也以这个健康为主 例如我会跟大家说 不用汽油锅 放进焗炉就可以了 所以出来的效果 已经是很香脆 但是因为这个饺子 可以说是芝士 其实里面有白菜 有一支你熟悉的红萝卜 另外就是加了一些芝士 之后我就设计了一个酱 用乳酪来做的 这个里面是什么呢 就是新鲜的水果 还有一些干果 例如你喜欢菠萝干 譬如你喜欢芒果干 Cranberry 那些干干的 萝卜 全部你都可以放进去 拌进去 原来我们这样点来吃 口感和味道是很特别的 但也很好吃 其实都很新鲜 因为一般人可能吃饺子 都会多点醋 没有想过原来可以点 就是乳酪水果汁 是的 除了这个 这个除了可以用来配饺子 之外 你小朋友 你下午放学回去肚饿 给他一块饼干 你也可以做一个比较 又可以哄到他吃水果 又可以哄到他吃乳酪 是不是 而且是一个很健康的酱汁 没错 而且听你这么说 其实都很容易做到 绝对容易 绝对容易 因为我有个朋友 告诉我 我试了了 真的很容易 因为这个是云吞皮 是你来的 完全你不需要碰太多 因为其实我都很难 可以很容易做到的东西 一定適合我 所以我设计也是希望 以这个容易 简单 就是你熟悉的菜谱为主 那我们也轻轻再说一说 其实只不过是以云吞皮 里面加些芝士 没错 然后可能加些红萝卜丝 是的 如果你说也有鸡肉在里面 如果你不喜欢吃鸡的话 你可以下猪肉 甚至下虾 下带子也可以 封剑也没人 是 没错 而且最好就是很容易做 另外一个 其实如果我告诉你 这个是冬瓜鸭汤 冬瓜鸭汤 它的样子看上去 可能跟忌廉汤没什么分别 因为用牛奶煮也是白色的 没错 其实很容易 我很喜欢吃热鸭 偶然我都会去大厂 我都喜欢 你都喜欢 一会儿我们去吃热鸭 好 我叫它一半斩 斩了那边 就立刻可以把鸡肉 不斩那边 就立刻起骨 骨和牛奶 一起放进锅里 就开始煮了 这个就是你的汤底 然后另外的材料 例如冬瓜 例如鸭烧 或者鸭粒 然后我另外还有一些领叶 你喜欢下什么都可以 总之你觉得 这个鸭汤需要的材料 你喜欢下的材料 绝对欢迎 那就变成一个更可爱 很好味道的汤 就是用牛奶做的基礼 可能有时候在纪念汤里也做到 但是放进去鸭汤 真的很少听 你听过的感觉 这个也是因为鸭汤 每个人都有喝过 是 很多时候 你不一定要用鸭汤 你普通在家製的汤 如果我倒转 用牛奶不用水 行不行 可能出来的效果非常好 也不一定 明白 我知道除了这两款美食之外 你的菜谱里面 还有另外六款 是的 总共有八款 由早餐开始 早餐其实是热牛奶 你可以喜欢加些油条 亦有一些干果 你知道很多时候 我们吃早上小朋友 你都会给一些 例如墨皮 这个就是用那个概念 来变成的 只要把牛奶 放进微波露锅 一单热锅 或者放进煲锅 煲一下热锅 其他东西跑进去 已经很丰富 也很有营养 而且实在 你的小朋友会说 Thank you 妈 真的一定会很好吃 没错 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我用饅頭做一个三文治 那我真的要说一下 这个饅頭三文治 其实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吃饅頭 刚才有一位朋友说 我喜欢饅頭 吃饅頭肉 也觉得很单调 做这个三文治 就一点也不单调 我只是把它蒸 炒一半 原来里面夹了一块芝士 夹了一些肉 就是这么简单 夹了一些菜 就是这个上海奶酪 烧肉饅頭 没错 这个样子很可爱 是很吸引 而且也很吸引 我问Stephanie 如果家长真的跟着这个食谱 一天三餐都是这样做的话 加了一些牛奶 其实对小朋友也多喝了很多牛奶 绝对是 妈妈、爸爸、哥哥 全部都可以受益 整家人 另外里面有一个比赛 你去大冬华拿这本书 立刻填了它 放到箱子里 就有机会抽奖 有250元的礼品 我觉得这本书最值钱 也不是这些比赛 里面你想过的食谱 因为真的很少人 会想到中菜和牛奶一起结合 是的 而且里面教你用的牛奶 全部都是加拿大奶农协会里面的牛奶 是的 你认识这个标准 就是牛的标准 就是保证品质是最高的 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习惯 我很喜欢的 但不是一早 很多时候是下午和吃饭在一起 我拿出一杯牛奶 你喝下去的感觉很舒服 很鲜甜 所以我们应该很值得 为加拿大这么好品质的牛奶 所以各位家庭观众 也要认识这个标准 才是加拿大奶农协会的标准 一看到这个标准 就知道这些牛奶 是百分百出产至本地的加拿大 没错 而且很多人都知道 我们加拿大牛奶的质量品质 是非常高的 是经过很严格的审查 因为我看了你的小冊子里的资料 多谢你 原来那些牛 有些人有些误解 有时帮一些农民 可能会帮牛架抗生素 会不会令牛奶都有这些问题 原来是完全不会的 其实没有 牛和鹅和人一样都很生病 是 那生病之后我们要医抗它 那之后 那些牛的牛奶 我们一定用 是 让它庇抗 绝对没有问题 我们才用它的牛奶 所以很健康 你不需要担心 是 所以就凭这么小的事 我已经可以看到 其实我们加拿大 对于牛奶的品质 这个门栏 是设得非常高 没错 大家可以很放心地用 很放心 最后提提一下 各位家庭观众 如果很想知道这个食譜 里面的松菜如何煮呢 可以到全国各大的大统华小市里 没错 就可以免费拿到一本 没错 今天多谢上帝 不然是认识我的样子可以 认识它和认识它里面的食譜 全部都是利用中文写的 非常方便 谢谢你… 今天多谢你抽风 上来和我们聊了这么久 好, 谢谢… 我们先聊到这里 好 下次再请你上来推介其他食品 一定… 好吗? 你出校本食譜再等你 好, 一言为定 好, 谢谢, 谢谢各位 没客气, 先说到这么多 现在先休息一会 待会回来, 会再五点再见